哈喽 大家好 温哥华房产经济协会刚刚发布了一份报告 这个报告公布了12月份的房产市场情况 并且总结了温哥华地区2021年房产市场的情况 这个视频就分享一下这个报告的内容 温哥华房地产经济协会报告称 2021年温哥华地区住房销售总量为43999套 比2020年增长了42.2% 比2019年增长了73.6% 并且比2015年创下的42,326套 历史销售记录增长了4% 去年的总销量比10年的平均水平高出了33.4% 2021年大温哥华地区房屋挂牌量达到了62,265套 于2020年挂牌的54,305套房屋相比 增长了14.7% 去年的挂牌总数比10年的平均水平高出了11% 虽然供应稳定 但是房屋上市活动并没有跟上2021年创纪录的房产需求 这种不平衡导致了住宅价格在过去12个月上涨 目前在大温哥华地区挂牌出售的房屋总数为5236套 于2020年12月的8538套相比 减少了38.7% 于2021年11月的7144套相比 减少了26.7% 同时这也是30多年来最低的水平 而房产需求现在正处于创纪录的水平 因此在没有更充足的住房供应之前 房价的上涨可能不会放缓 大温哥华地区所有的住宅物业综合基准价格在年底达到了1230200加元 于2020年12月相比上涨了17.3% 2021年独立屋和连排别墅的基准价格上涨了22% 而公寓价格上涨了12.8% 纵观整个大温哥华地区 丰树岭的基准价格涨幅最大 上涨了34.7% 其次是皮特梅多斯上涨了29.8% 从房产类型来看 皮特梅多斯的独立屋基准价格涨幅最大 上涨了42.2% 其次是丰树岭的独立屋上涨了38.5% 他们的连排别墅也上涨了35.2% 再来看看12月份温哥华房产市场的情况 2021年12月温哥华地区住宅销售总量为2688套 比2020年12月记录的3093套下降了13.1% 比2021年11月售出的3428套下降了21.6% 上个月的销售量比10年12月份的平均销售量高出了33.4% 2021年12月在大温哥华地区新挂牌出售的独立屋连排别墅和公寓共有1945套 于2020年12月新上市的2409套房屋相比减少了19.3% 于2021年11月相比减少了50.9% 2021年12月独立屋销售量达到了794套 比去年同期的1026套下降了22.6% 独立屋的基准价格为1910200加元 比去年同期上涨了22% 于上一个月相比上涨了2.1% 2021年12月公寓的销售量达到了1464套 比去年同期下降了1.4% 公寓的基准价格为761800加元 比去年同期上涨了12.8% 2021年12月 连排别墅的销售总量为430套 比去年同期下降了27.5% 连排住宅的基准价格为104900加元 这比去年同期上涨了22% 于上一月相比上涨了1.5% 温哥华去年12月上市房源销售比率为51.3% 按房产类型划分 独立屋的比率为35.1% 连排别墅的比率为75.6% 公寓的比率为60.8% 虽然现在已经不能用正常的思维来分析加拿大的房产市场 但是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再分享一下上市房源与销售比率对房产市场的影响 一般情况下 上市房源与销售比率是房地产业界用来衡量买家与卖家比率的重要方法之一 这个数据能够帮助我们分析房地产市场的走势 当这一比率比较低的时候 意味着房源库存增多 供应量更充足 如果这一比率很高 则意味着房源库存减少 表明需求增加 如果这一比率超过60% 这样的房产市场就会被认为是卖方市场 在这种情况下 预计房价可能会上涨 如果这一比率低于40% 这样的房产市场就是买方市场 在这种情况下 预计房价就会下跌 如果这一比率维持在40%到60之间 这样的房产市场就会被认为供求关系相对平衡的市场 房价也相对比较稳定 当然 如果要全面分析一个房产市场的发展趋势 仅仅看上市房源与销售比率还是不够的 还要看这一比率的变化速度 如果上市房源与销售比率迅速下降 即使这一比率很高 市场可能正在转化为买方市场 如果上市房源与销售比率快速上涨 即使这一比率很低 市场可能正在转化为卖方市场 要是用这个方法来判断温哥华的房产市场 12月份独立屋的上市房源与销售比率为35.1% 可能意味着房源库存增多 供应量更加充足了 市场可能正在转化为买方市场 而连排别墅和公寓的上市房源与销售比率都超过了60%以上 这意味着房源库存减少 表明需求增加 而且仍处于卖方市场 这个分析仅供大家参考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儿 谢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